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凱雲的直播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哈佛流行病學博士 也是台大的教授 李建章李教授 好凱雲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我們今天要來談一個 其實教授也很緊張 而且在台大也有相關的病例了 那麼最近台灣陸陸續續 本土病例出來 大家都人心惶惶 就是喉豆 喉豆其實現在已經有疫苗了 在3月份疾管署 讓大家去登記的時候 教授你知道多久時間 就被登記光了嗎 聽說是不到10分鐘 就已經被登記滿 3月份的時候 不到10分鐘 完全就被搶光 好也讓我們了解一下 疫苗的保護力 因為在新冠當中 我們知道要打1劑2劑3劑等等 喉豆疫苗到底是什麼 還有在之前 當喉豆剛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舊的病毒 1958年左右就開始出來 那當時在去年 在開始人跟人傳染比較多的時候 也有專家告訴我們說 喔小時候接種過牛豆疫苗的人 你就比較不用擔心 好像疫苗也不用補打了 到底疫苗上是怎麼樣一個策略 喉豆病毒跟天花病毒是兄弟 他們都叫正年疫病毒 所以我們小時候打的牛豆 是預防天花 所以它對喉豆呢 也有85%的一個保護力這樣 雖然不是到百分之百 那現在新的生物科技呢 已經有廠商研發新一代的 它是可以針對喉豆的疫苗 那我們台灣也進口 所以現在政府讓大家打的這種 喉豆疫苗呢 是新的疫苗 那它的保護力就可以打到90%以上了 那它要打的話有兩劑 第一劑打完以後 隔四個禮拜再打第二劑 那打完了以後的14天 以後就有保護力了 但是喉豆跟這個所謂 我們新冠疫苗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說新冠疫苗 你接觸了以後 你再去打新冠沒有效 對沒有效 但是喉豆疫苗呢 你一旦接觸了 這個親密性行為接觸的時候呢 4天之內再去打這個喉豆疫苗 還能夠有預防的結果 但4天以後 如果你在打的時候呢 它就沒有辦法預防喉豆了 可是對那個症狀 致死率是可以降低的 OK 所以一旦是接觸了以後 後來你的親密伴侶得到喉豆 趕快去打疫苗 可以做 等於已經身邊有人得到喉豆的話 也可以趕快做預防就對了 好 所以如果說是高風險者呢 那麼在接觸之後 4天之內趕快去打疫苗的話 根據這個疾管署 他說保護力可以達到8成 而且可以不要發病 但是如果你拖啦 觀察啦 然後又不太敢去 4到14天才來施打的話 保護力一樣是8成 但是會發病 那他的保護力在哪裡呢 只是降低你的不舒服 降低你的嚴重性而已 所以很特別的是 他是可以補打的 發生之後是可以補打的 事後針 事後針就對了 這種事後針一樣有打兩針嗎 對一樣的 對 那兩針 第一針就是prime 第二針就是booster 好 那那個天花 就是我們小時候 如果有人接種了牛豆 那他是防天花 那因為天花跟猴豆是兄弟 所以等於 接種牛豆疫苗 也可以來防猴豆 那那種人還需不需要打疫苗啊 那一種人如果你不是高危險群的話呢 實際上是可以不用再 那如果是高危險群呢 如果高危險群我建議 你再補打 那如果說認為自己是高危險族群的話 要記得 現在有猴豆疫苗是可以施打的 5月底6月初就會再施打了 那麼政府現在會不斷的進來 會告訴大家說 可以去登記喔 高危險族群就可以去登記 但現在是不開放自費施打 所以如果你要登記的話 都還是要到疾管署那邊去登記 這樣子是不是也便於掌握 對 也可以去做疫苗的時候比較容易 好那教授 我們這手臂上都有好幾個 到底要怎麼分呢 我們通常會有兩個比較明顯 一個叫做卡戒苗 卡戒苗 對那卡戒苗的話 它是比較小 然後比較不會有印花圖案 可是那個我們的牛豆呢 就會有一個像印花的一個圖案 那這樣子 所謂印花圖案是什麼 就是說它會有一些凹凸不平是不是 對會有一些凹凸不平 喔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手臂上 到底有沒有這個牛豆疫苗 如果小時候已經打過的話 這樣算起來也超過40年了 是超過這個 保護期 所以搞不好沒有用 好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牛豆 這個猴豆跟水豆就不一樣了 水豆 水豆看起來名字上是兄弟 但是他們是不同的一個病毒 這樣子 它是屬於HERPES 就是所謂炮疹病毒類 並不是像正年疫病毒 可是小朋友會長水豆 水豆也會發燒 那這樣怎麼辦 因為它一樣是有豆又有發燒 是啊 所以這個凱雲就是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在這個我們臨床上我們會去看 我們水豆都會講說叫做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這麼好聽的名字 就是那個水豆呢 它下面會有一層紅色 就叫玫瑰花瓣 那上面的水豆呢 它就亮亮的一顆小水 就是所以叫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所以你看到這樣子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然後而且是小朋友的話 那就是水豆為主 哦 了解 好 所以豆豆雖然都是豆 但講得不太一樣就對了 水豆跟猴豆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不要想說 小朋友如果班上有人得水豆的話 那其他人很害怕 不用這麼緊張 那麼幾個重點幫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個如果說有一些親密性行為 尤其是男生跟男生 因為現在大概99% 98% 都是因為透過這個性行為才感染的 那這樣的人請你趕快去打相關的疫苗 因為政府已經進了疫苗 而且是不用錢的 總共要打兩劑 那麼兩劑中間要差四個禮拜 要隔四個禮拜 就算已經發生了性行為之後 看到自己身邊的夥伴 可能開始冒出痘痘 或開始高燒的時候 可以趕快去補打 因為在四天之內補打 它的保護力還是達到八成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如果已經開始發燒 又長疹子出來的話 這個就趕快去醫院了吧 要隔離了 趕快去醫院 對 現在有藥物可以治療嗎 有 現在是有抗病毒藥的 不過那是比較管制的藥物 所以如果你真的懷疑自己是藥活動的話 那是盡量到醫學中心去 OK 那就謝謝教授 也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凱雲在這個頻道上面 有很多新的訊息 會請到很棒的專家 來跟大家分享 就謝謝教授囉 好 謝謝凱雲 謝謝朋友 掰掰